天天跟我做 每天一分钟 费地一分钟 每周一只周五更新 想买台三反 出门拍下有必格的美图 却不知道怎么选 其实特TM简单 只要记住以下三点 嗯 感光元件要大 数码相机的感光元件 也就是CCD和CMOS 相当于胶片机的胶卷 这东西越大越好 相机界有一句话叫做 你大一击压死人 在相同光线下 有大感光元件的相机 拍的相片画得更好 二 挑好的镜头 单反最重要的不是机身 是镜头 加能的牛逼镜头上 有一个红圈 尼康有一个金圈 认准就行 镜头可以用很久 而且比机身更保值 挑完镜头剩下的预算 用来买机身 预算内选有最大感光元件的就行 三 没实力就别装逼 别买了最贵的 就只会用自动模式 刚好我们先选个低端机 用来练习构图 可了解拍摄图数 技术成熟了 再换更高端的机子 更有可能 学着学着就放弃了 看着便宜的机子躺那儿 不心疼 还在攒钱中 照样可以用手机 练习单反的构图和参数 老子最近发现的 这个名叫CAMRO的 APP操控感 简直屌家天 瞬间让你在手机上 体验单反拍摄的快感 访问观众非天说 微博微信 免费学知识